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 今天带来1983年上映的香港奇幻爱情片 阴阳错 小明是某保险公司调查员 平时负责调查取证 核定保险事故损失 防止某些心怀不轨之人骗保 一晚他在驱车回家途中没注意 险些撞上某位年轻女子 所幸这位女子比较温柔 没有怪罪小明 甚至还主动将因为急刹车 而把自己撞晕的小明叫醒 女子因此给小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今天是小明与女友的订婚纪念日 所以他必须得尽快赶回家 虽然女友阿凤在亲友们面前表现得不错 但只有小明知道阿凤是个暴脾气 任何一句话没说好都会招致他的不满于数落 更让小明感到崩溃的是 母亲还经常站在阿凤这边 之所以母亲会这么做 一方面是为了帮小明留住阿凤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 因为父亲长期沉迷赌博 险些把家底耗光 小明又混得不好 工资实在一般 所以母亲平时经常为此而发火 父亲对母亲同样不满已久 因此非常不建议小明把阿凤取进家门 不然家里将会永无宁日 隔壁房间内小明的弟弟为了寻求刺激 主动号召亲友玩碟线游戏 希望依靠碟线的能力来预测某些事 同一时间 之前登场过的女子正在楼顶与附近邻居家的小女孩玩耍 小女孩没有注意走到了楼顶边缘 女子本想去把小女孩拉过来 结果却因为踩到地上的滑板而导致失足坠楼 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 女子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由于此时天上正在打雷 所以小明一家对女子的遭遇一无所知 没过多久传说中的蝶仙就开始有了反应 通过驱动众人的手 蝶仙向众人告知了自己的基本信息 眼见亲友们一个个因为害怕而离去 小明和弟弟终于想起 自己是在跟鬼聊天 原本小明想起蝶仙回到弟弟 结果却引起了蝶仙的强烈不满 所幸蝶仙只是取了小明一滴血 除此之外并未在做什么过击举动 次日小明接到老板的任务 准备去调查张小瑜的跳楼自杀案 听到张小瑜这个名字后 小明猛然想起 昨晚的蝶仙不就叫张小瑜吗 发现这点后 小明立刻拿出昨晚记录的蝶仙信息 根据他来到了蝶仙 也就是张小瑜的住处 干他们保险这行的 在求人办保险时 自己就是孙子 理赔时自己就是大爷 老板时常交代 大保小赔 最好不赔 所以小明便像往常一样诱导 希望能将张小瑜的死定性为自杀 那样公司就不用赔钱了 索性被问话的婆婆比较精明 没有上小明的当 随后小明偶然间发现 张小瑜竟然就是那晚 与她有过一面之缘的温柔女子 没想到张小瑜竟然把邻居家小女孩 填写为自己的保险受益人 小明因此不得不与小女孩接触 张小瑜是孤儿 平时没什么朋友 只有小女孩跟她的关系比较好 或许这就是她将保险受益人贴解为小女孩的原因 眼前的老婆婆正是小女孩的外婆 她对租客张小瑜的死根本不在乎 此刻的她只想知道 如何把那笔保险赔偿金划归到自己名下 由于工作太忙 小明在约会时整整迟到了七分钟 因此再次受到了阿凤的数落 此时朋友们刚好路过 为了看小明笑话 他们故意用激将法来刺激小明 之后又逼迫小明喝酒 阿凤见此气得拂袖而去 小明不知道自己怎么做才能让阿凤开心 所以一晚上都在喝闷酒 回到小区后 小明偶遇了小女孩 小女孩自称自己见到了张小瑜 说罢便直接跑到楼顶 小明十分好奇 于是便跟着小女孩来到楼顶 和张小瑜一样 小明因为小女孩的原因 也踩到了那块滑板导致坠楼 不过她的运气比较好 楼顶和居民阳台杂物过多 使她捡回条命 根据小女孩的讲述 小明终于确定 张小瑜并非因为自杀而死 也就是说公司得赔偿保险金 深夜张小瑜的鬼魂 突然主动现身 来到了小明的住处 小明听到客气的动静后 以为家里来了小偷 于是便躲起来静观其变 可谁知来的竟然是鬼 小明虽然害怕 但也只能强迫自己 不要发出声音 张小瑜不知道小明躲藏在暗处 所以当场试穿了 小明为阿凤买的新衣服 目睹这一切的小明 看得血脉喷张 一时间忘记隐蔽 导致暴露 张小瑜见此便与小明 开各种玩笑 他这次来是打算 把事情讲清楚 减轻小明的工作负担 之前弟弟在玩 谍心游戏通灵时 无意换来了 刚刚死去的张小瑜 张小瑜便借助这个机会 留下印记 准备让小明来完成他的遗愿 用那笔保险配偿金 来供小女孩上学 不要因为贫穷而苦一辈子 此时阿凤突然按响门铃 张小瑜见此只得提前离去 由于新衣服被张小瑜穿走 所以小明失去了 与阿凤和好的机会 不过还好 阿凤也不算太生气 毕竟小明犯糊涂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虽然小明知道 张小瑜是因为意外坠楼的 但问题是没有证据 所以无论他怎么说 老板都不愿赔偿这笔保险金 在老板的逼迫下 小明只能将张小瑜的死 定性为自杀 更让人无奈的是 就在刚才张小瑜的尸体遭到虎化 这下彻底死无对症了 弟弟喜欢研究灵异 对于张小瑜的死 他并不感到惋惜 因为他要借此机会验证 刚刚学到的通灵术 然而张小瑜一直在这附近 根本不需要他特意召唤 由于生性顽皮 张小瑜故意利用法术 连续整骨了弟弟好几次 直接把弟弟吓跑 不过弟弟也因此验证了鬼魂的存在 和上次一样 张小瑜依然是来问保险金的事的 小明虽然很想帮张小瑜一把 但以眼下的形势来看 张小瑜恐怕得亲自去谈判 不然老板根本不会把小明当回事 此时的老板正在参加竞选 所以没有时间听小明讲张小瑜的事 由于一出生就是有钱人 因此老板根本不懂 普通民众为了节约开销要吃多少苦 老是提出一些浪费钱的建议 利用普通人看不见自己这个优势 张小瑜疯狂整股老板 使得老板在直播时出镜洋相 甚至还说出各种暴论 比如说用妓女来拉动经济 虽然老板的话很对某些人胃口 但投诉却占了大半 老板因此被迫下台 此时小明主动讲出真相 希望老板能帮张小瑜一把 可谁知老板就是不同意赔钱 张小瑜无奈只能再次让老板出丑 这次老板终于任命 同意赔上保险金 不过小明也因此失去了工作 绝望之下小明再次化身酒鬼 并且还在酒醉状态下遭遇劫匪 虽然张小瑜在事后 主动找小明道歉 但小明却不想再与张小瑜 有任何关系 张小瑜见此立刻以威胁手段 来对付老板及其家人 老板不堪其扰 只能把小明求回来 并且还将他升职为总经理 这下张小瑜才总算放过老板 为了让小明彻底消气 张小瑜决定再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以各种方式讨好小明 毕竟小明帮过张小瑜 讨好一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小明从来都没有如此神奇过 特别是在阿凤面前 所以自然也就乐得被张小瑜讨好 然而他两万万没想到 弟弟为了抓鬼 竟然偷偷在家中安装了摄像头 因此全程目睹了小明与张小瑜相处的经过 很快小明就忍受不住与张小瑜亲热起来 此时阿凤刚好回家 由于阿凤看不到张小瑜 所以自然不知道小明背叛了自己 小明平时虽然有些愚钝 但此刻却出奇的机灵 疯狂找理由来转移话题 不过在张小瑜的控制下 他最终还是承认自己爱上了别人 随后张小瑜又通过控制阿凤 成功和小明逃出了这里 恢复神志的阿凤以为小明躲起来了 于是便四处寻找 结果却找到了弟弟 母亲和阿凤本想通过逼问 让弟弟说出小明的秘密 结果却为父亲及时救场 面对父亲的询问 弟弟终于说出了小明和女鬼谈恋爱的事 此时母亲和阿凤感到 弟弟无奈只能坦白一切 通过观看偷拍的录像 众人总算明白 小明和女鬼谈恋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 为了帮小明摆脱张小瑜 母亲和阿凤特意找到了灵异专家韩教授 希望韩教授能去家中屈膜 然而韩教授却表示只帮好人 虽然母亲和阿凤平时基本不做好事 但小明却是一个十足的烂好人 以前他为很多达不到赔偿标准的人 争取到了保险金 看在小明的面子上 韩教授接下了这次的任务 经过一番巡视韩教授很快就锁定了张小瑜 父亲万万没想到 女鬼竟然长得这么漂亮 同一时间张小瑜预感到了危险的降临 因此提前逃脱 随后韩教授通过小明的手 看到了小明曾经的遭遇 小明没有被鬼迷 因为他是迷上了鬼 今晚阴气大盛 阳气降到极点 小明很可能会被张小瑜带进阴曹地府 因为在韩教授看来 没有哪个鬼魂会改掉害人的恶习 如果想要救下小明的性命 韩教授就必须得想办法将张小瑜打得灰飞烟灭 为了防止小明干扰韩教授 阿凤第一时间找理由 将小明带到了魔舞厅观看表演 然而小明却越看越心慌 总感觉即将有大事发生 没过多久 舞台上就出现了张小瑜的幻影 另一边 韩教授通过通灵召唤术 将张小瑜转移到了小明家中 像这样的法式 韩教授以前做过无数次 所以他充满信心 然而没想到张小瑜的实力竟然远超想象 徒弟因此被吓得说不出话 帮忙时险些出现意外 为了消灭张小瑜 韩教授使出了所有手段 终于将张小瑜重创 张小瑜在绝境之下 请求韩教授放他一马 但韩教授却丝毫不为所动 关键时刻小明赶到了这里 在他的帽子相救已干扰下 声门被成功打开 受其影响死门也随之打开 韩教授见此 只能警告小明赶紧逃出去 说罢他自己便逃得无影无踪 小明不愿看到张小瑜被吸入死门 因此拼命抵御死门的巨大吸力 然而人类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 张小瑜最终还是被死门所吞噬 小明因为过于激动 下意识地追去 结果却因此这楼 掉到了楼下的汽车上 或许是因为张小瑜死前 用法术帮了小明一把 又或者是死门的巨大吸力 没有完全消失 小明最后成功捡回一条命 我还能再见到张小瑜吗 应该是可以的吧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次见 你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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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戏